大家好 我是剛從日本當完行人回來的FUKO 自從我開始深度挖掘台灣交通相關議題後 這還是第一次出國考察 這還是第一次出國旅遊 過去出國旅遊的目光都聚焦在美景與美食上 這次回到熟悉的國家日本後 目光全都聚焦在美食跟交通上了 我看到了非常非常多台灣所沒有的細節與平等 光只是作為一個完完全全的行人 就能感受到與台灣的眾多差異 於是就催生出了這個全新單元 接下來我將會為你講述 台灣與日本的交通與交通規則的差異 台日交叉 在台日交叉的第一集 我想來說說這趟旅行中最讓我驚訝的東西 既不是直覺又安全有效率的入口設計 也不是完全不用擔心被撞的行人友善設施 而是日本大眾運輸工具之一的 Rosenbus 日本的公車跟台灣的公車到底有哪些差異 又為什麼讓我如此驚訝呢 就讓我們開始整片吧 想要看出差異還得要先有基準 我們先來看看台灣的公車 首先是收費的部分 不考慮悠遊卡跟定期票之類的 每個縣市的收費都不太一樣 有固定費率的也有依里程計費的 不過價格大約都落在25元以內 然後是乘客的部分 想要搭乘台灣的公車 必須在公車進站之前 先確認好即將進站的公車路線編號 然後在公車過站之前 舉手告知公車司機你要搭乘 在玩舉手的話公車司機還會指責乘客 或是直接不停 如果外觀可以明顯辨識是身形障礙人士的時候 也有機率看到公車司機 直接無視舉手的乘客 過站不停 而且在確認公車是否到來之前 乘客還要面對 公車站體根本無法順利確認到公車是否接近 乘客必須站在馬路上才能確認公車 公車站前站後或公車站遭到違規停車 乘客必須更往馬路上走才能確認公車並舉手示意 好不容易到了公車上之後 上下車動作比較慢時 還有機會再次被司機指責 以上是我自己搭乘的經驗所體驗出的實際情況 你還有遇到什麼其他情況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講完了台灣的公車 接下來就要說說我在日本搭乘路線巴士的體驗了 首先一樣是收費的部分 也是不考慮Siga Card跟 一吉尼姬酒下券之類的 乘客上車就是抽Seli券 整理券上面有數字 下車的時候 依照車頭的面板上 對應的數字來支付車資 整理券遺失或沒有抽取的話 則必須支付當時該車最貴的那筆車資 費用也是每個地區都不太一樣 不過大多都落在200到300日幣之間 再來就是最讓我驚訝的部分了 在日本想要搭乘公車的時候 你完全不需要確認公車是否即將進站 你也不需要舉手告知你想要乘車 因為日本的路線巴士在經過公車站之前 司機會確認公車站排附近有沒有人 不管那個人看起來像不像想要搭車 只要有人在附近就一定會停車開門 確認到所有人都沒有要上車的意圖與行為之後 才會關閉車門繼續行駛 這樣一來乘客就不需要冒險站在車道上 確認公車是否即將進站 也不需要考驗眼力大老遠的就要先確認公車路線編號 是不是自己要上的公車 即使在前後都被聳高的積雪遮擋 或是你想待在後車停取暖 都不用擔心會錯過公車 而且我還發現如果公車站或後車停 難以確認是否有人 公車司機還會減速通過 直到完全確認沒有人在等公車後 才繼續加速死離 當乘客在上下車的時候 也不用急急忙忙的 司機也不會趕你或指責你 手持拐杖的高齡乘客要上下車 等你坐好才發車 臨錢一堆的高齡乘客要上下車 等你付完錢並安全走下車 遠離公車後才繼續行駛 對所有乘客都平等 所有乘客都是服務對象 不會排除任何特定人士 完美了詮釋了公車的服務對象是乘客 而不僅僅是為了司機趕緊跑完燙翅而生 一開始我在日本要搭乘公車的時候 也像在台灣搭乘公車時一樣 站在車道上觀察公車是否接近 公車來的時候還舉手 等到公車亮起方向燈準備靠站才退後 公車司機跟其他乘客一定覺得我們是白痴吧 過去的我也曾經以為台灣的公車光只是價格便宜 就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過低的收費就代表著營運會比較缺乏經費 沒有足夠的經費就無法妥善保養運行的公車硬體 造成經常在台灣的路上看到故障公車 沒有足夠的經費香蕉只能請得起猴子 司機的品質就會撐吃不齊 有的司機遇到麻煩的身心障礙人士 就會直接選擇性失明 不想耽誤自己的時間當做沒看到 變成沒有人想要搭乘公車 經費就更吃緊 司機與硬體更加不良 最終成為惡性循環 而在觀察過日本公車的運行模式後 即便在寒冷的北海道 我也感受到溫暖的服務 公車作為以載人為主的交通工具 服務的對象是人 且不應該排除任何人 不管男女老少身心健全與否 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的服務 這才是人本交通 最後簡單的說 在台灣搭乘公車的時候 是乘客要注意 阿!車來了! 在日本搭乘公車的時候 是司機要注意 阿!人來了! 出現一位 達人來了 電話 每天候 做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